目前出了四本書 那這四本書 前三本是跟感情有關的 然後最後一本是有關我自己的故事 現在是Podcaster 就是手上有三個節目 然後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不只是陪伴大家 也是陪伴我自己 在很多自己覺得好像過不去的那個坎 可以再走一些些路 然後給大家一點點力量 在我的節目還在中心的畫面 有講過潘朵拉的盒子這個故事 潘朵拉他有上天給他一個盒子 好像是宙斯吧 他說你不可以把這個盒子打開 但越跟你講不能打開呢 你就越想打開 打開之後果然什麼疾病啊 瘟疫啊 嫉妒啊 欺騙 所有你可以想到的黑暗東西 通通通跑出來 那很多故事都講到這裡了 也就是說 因為潘朵拉打開了盒子 所以糟糕的東西通通跑出來了 但潘朵拉在這所有東西都跑出來之後呢 他很害怕很害怕 他糟糕了怎麼辦呢 他就趕快再把這個盒子 空 蓋起來 在這盒子裡面還剩下一樣東西 那我想說 所以這是一個更可怕的惡魔嗎 不是 這東西叫做希望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如果你把這個盒子打開 然後你會發現天啊 付錢去諮商根本沒有用 或是自我探索根本沒有用 你只是挖出更多更多黑暗的東西而已啊 你就想像自己是潘朵拉 你還在那個好多好多東西跑出來的時刻 如果你太快把盒子蓋起來呢 你就把最後也是唯一一個好東西 就希望蓋住了 但你如果持續讓這些所有東西都跑出來 全部都擴散完之後 你就會看到那個希望 然後那個希望就會在 最底層那邊閃閃發光 我記得我有一次收到一個卡片 上面就是 他圖圖改改有很多的立可白 現在已經很少會收到那種紙本的卡片 然後上面就寫說 謝謝你在我最低潮的時候救了我一命 然後我覺得反覆聽你的Podcast 然後反覆看你的文字 然後我本來覺得沒有人會愛我 然後看完之後 覺得果然沒有人會愛我 但是 但是我還是很謝謝有你在這裡 因為 我可以看到有一個人可能跟我一樣 也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我就覺得我的想法沒有很奇怪 我也不是扮演一個什麼佛光普照的這個角色去照他 或是我也不是扮演一個跟他說 一定會有人愛你喔 好不是這樣 就是我只是跟他說我也有這樣子 我覺得光是這樣好像 你就不會覺得自己是孤單的 就是很多讀者在跟我講 他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我會覺得 好像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很焦慮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有耳鳴 我調查一下 發現原來耳鳴的事情是十分之一 也就是你在一個場合裡面 可能有五六個人都在耳鳴 而且是長期性的 我覺得好像還好嘛 然後這個還好的感覺 就可以讓你在往下再撐一點點 再走一點點 謝謝